接下来我将向大家推荐一位传奇的声音魔术师 但说实话杨帆 我更想把传奇换成伟大 因为他为亿万中国的孩子留下了最美好的记忆 谁啊 他是一位伟大的声音魔术师 掌声有请来自上海的白伟明老师 掌声有请 大家好 大家好 全场所有的观众同伟 大家好 希望喜欢动画电影 两位主持人好 欢迎白老师 白老师 白老师你知道为什么杨帆刚才很诧异 我可以说这是我主持节目到六年了 我第一次用伟大来形容我们的一位选手 谢谢 我觉得白老师的职业配得上伟大这个词 那白老师您先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大家好 我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国家 高级音效逆音师 我也是一个配音导演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一个金字光闪闪的兜 这已经不是中国的 这是在世界动画界都是电堂级的呀 整个七零号八零号应该都是伴随着那些经典的动画电影来成长 对 我赶上了美音场的好时光 因为为什么所有美音场的经典动画片 我都几乎都穿一个 真的吗 对 那个什么大闹天宫 大闹天宫我还没 要不然我现在也是老了 是这样的 从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 葫芦兄弟 葫芦兄弟 魔方大厦 阿凡提 宝莲灯 马兰花 都有您 都有我 对吧 你看孩子们这鼓掌 我能代表我小时候抱抱您吗 可以 真的是 从天的我来抱白老师 还有那个中国最后 目前为止最后一部的水墨动画片 至今还没有 其他的超过他 就三岁七 杨范猜一猜白老师的年龄 当然要听白老师那么多过往 但是我很多童年的时候 其实如果看今天的造型 我觉得也就四十多岁 不到五十 你看我做的第一部水墨动画片 《欲奔相争》 这是葫芦娃之户 胡金青导演 最近刚过世嘛 已经五十四 还有个做的黑猫警长 当时时候我还没结婚 我现在孩子已经三十岁了 二十九岁 孩子已经二十九岁 你想想看 那应该就是比我父母的年纪 小也小不了太多 就是应该 那应该是六零年之后生人 谁说的 六十出头了 那您是五零后 当然是五零后了 做动画片的人 一般生理年龄会上去 但是心理年龄不会老 没错 要有童心 对 要有童心 所以心态不了 看到动画片脸上长个包 脸红 火蛙一喷火 黑猫警长一个 白鸽警长从天而降 拇指一开 你就很高兴 而且做了很多特效音 或者是像火蛙的 天理眼的顺风的声音 我做了 没错 我们今天现场就有一个大揭秘 让我们所有人知道动画片背后的秘密 刚才白老师一直在讲 葫芦娃喷火 它喷火那个音效 是怎么产生的 没错 今天待会请白老师 跟我们现场揭晓一下 行 杨凡你想一想 葫芦娃里面 我先考考你 葫芦娃喷火 那个画面 我们大家猜一猜 葫芦娃喷火这个音效 是怎么做出来 我们待会要揭晓 还有 葫芦娃的声音 还有第二部动画片 我们来看 这是当年美音场和德国电影公司 一起做的一个动画大电影 一个经典的 是白雪公主与青蛙王子 来杨凡 先考考你 发挥你的想象力 葫芦娃的喷火 和刚才的青蛙叫 如果你是你音师 你是音效导演 你会怎么来做 我觉得喷火的声音 应该跟 类似于吹风机的 那个风声有关 找个吹风机 然后那个青蛙的 青蛙叫这个就简单了 请一个 有点公哑嗓的朋友 在旁边配 这个 我们这个片子 所有的德国导演和中国导演 都是决定 青蛙 一不能彩录 新真实的 二 不能像配音员这样 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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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白老师 把他这些称为什么 这是我的杂货铺 没错 其实好多这个 能够拟音的这些道具 都是我们想不到的 生活当中随手就能拿到的东西 一定是生活中的用的物件 这里面有没有刚才 我们看到那两段 动画片的音效的道具 都有吗 喷火的 喷火的和清华校都有吗 喷火的我已经找到了 哪个 就是这个布 摩擦话筒的声音 没有气势 但是行了 你这个 他这个很聪明 两半很聪明 你怎么就能想到这一点呢 一看就是马上就有感觉了 他就是那个 他感觉到 你看 来来来 白老师给我们揭晓 葫芦娃喷火的音效怎么做的 这里面是 这个是火的鼓 这个前景 这个红领镜是全部小火 火苗 小的火苗 这个是全体火 这个是 这个里面有玻璃子和竹片 所以我们想简单了 对 就是我只以为有一样道具 就可以喷出火 其实他着火 他有很复杂的声音的层次的变化 很有层次 但是我的主音是 还是要依靠这个喷发力 白老师 青蛙的叫声道具 我也找到了 你来 我也找到了 就是他 对不对 你的造型已经出败了你 那你来出声呢 但是 他很聪明 这是癞蛤蟆 杨帆很聪明 他 我有意 但是我设了一个陷阱 这个很多旅游的地方 都有买这个东西 所以不是他发出的声音 不是他发出的声音 那你会这么大到台上了 我是有意 设了一个声音陷阱 白老师 你好调皮啊 那你能跟我们演示一下好不好 越来越远了 怎么演啊 你还有其他杂话铺的 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 这样 我们来到江南水乡 你来看看啊 好 江南水乡又来了 一把扇子 有水桶 一把扇子 你根据我的节奏 你弄点水 我弄点这个 你试试看啊 咱们现在是配合什么场景呢 对 就是周庄咬卤 周庄咬卤 好 我们坐在船上 咬卤固滋 快 慢慢地走过了 对 这个背景也很好 我操作自如 而且你随便怎么接受来 我对 我可以快 白老师 你操作是自如了 我裤子湿了 你偷路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到水里了 好 谢谢 我们把掌声送给白老师 谢谢 谢谢 白老师 你看啊 今天的现场观众很多 年轻人很多 请教一个比较严肃的问题 我们现在中国的动画产业 现在发展 这个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是什么 中国是一个 有动画情节的国家 我们起步的动画片 并不比迪斯尼玩 我们三十年代 已经有一部铁扇公主的动画电影 没错 就是《大闹天空》的三兄弟导演的 那么我们现在 那个 大的挑战 对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的 是孩子们的观念 和我们的民主的一种 对动画体验的一种 节奏感也好 画面感也好 还有故事性也好 这次挑战是比较大的 我们现在的 无论从画风 无论从声音 无论从造型上 我们都是具有中国动画的民族性 中国的特色 中国的风格 中国的传统 对 对对对 我们应该弘扬我们民族动漫的事业 谢谢 把掌声送给白老师 白老师 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您好吗 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四星子总会发光 请准备 黄金一百秒 计时 开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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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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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说一次 瞧我的剑法 挑战成功 谢谢大家 白老师 现在向您致敬 满满的充满了感动的100秒 特别是在配合我们这一步又一步 带有时间轴的 对于我们中国动画史来讲 都有代表性意义的这些作品 一幕一幕地叠在我们的画面上的时候 在您的配合之下 感觉我们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 白老师 我是70后 我觉得您发出的是我们生命的音效 好 我们生命的记忆 谢谢 向您致敬 谢谢 谢谢两位主持人 其实这个栏目我一直很喜欢 这个舞台 这个平台 我能参加我觉得是我的荣幸 作为一个老的动画电影动漫工作者 我向全国的青少年们呼吁支持国产动漫 OK 我们来看看观众给出的支持票数 请看 120票 祝贺 谢谢 80后当年是收看您这些动画的主力 现在我们都有孩子了 我们80后的孩子依然是你们的主力 向您致敬 再来送给您 谢谢白老师 加油